大姨儿 一直都这么干净啊 对 我都独身那个外面一辈子了 干啥一辈子呀 从二十岁开始就外面修铁路 一直到刚退休 牛大哥从二十岁开始 就一直在铁路工作 他性格内向不爱说话 在工作中也从来不主动表现自己 只知道勤勤恳恳工作 大哥是哪个单位推的 铁路大修 沈阳工作一段呢 我一开始刚上妈的时候在白城 白城后来回到长春 这么战断和平以后 后来回到四岁 那都是干啥呀 就是修活的 牛大哥告诉红娘 铁轨对于火车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铁轨出现了问题 网小了说会影响列车的整体运营 网大了说列车可能会偏离轨道 危害到旅客的财产和性命 所以他们的工作总是相当的严谨和辛苦 那就别皮了 那就这辈子反正是 该招会罪反正都招了 这个一个是重体力劳动 这个不用输 再一个起早爬到业的 你像一个是灰转的话 720几 两个人换 那能整动吗 它有一定技巧 这么说就是说如果要是你要是干这个活 最热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给 干上活以后 两三个小时以后 鞋壳能倒入睡 牛大哥因为一直在铁路从事重体力劳动 所以他提前五年退休了 今年55岁的他在10月份刚刚退休回家 我特殊工程55年回家了 回去重体力 退休期大概能开多少钱呢 我开不了钱 三千多点 三千块钱 三千多 牛大哥这三十几年 大多都是在铁路上度过的 平时休息的时间不咋多 所以他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兴趣爱好 这刚刚一退休 竟然还有点迷茫 要不然以前也没法养花 因为啥你餐厅 一个月回的一次 一两个月回的一次养啊 又养不了 你丁丁停下来 一看这屋的时候你说的 干哪儿呢 其实瞎着 也整个明白 所以说 这种的啥呀 这一块 那是摘点酒去 那个呢 那好像有萝卜菜是什么 看着吧 绿的屋里都鲜得有生机 牛大哥觉得 自己的生活挺无趣的 所以就养了这点花花草草 第一是让家里有点生活气息 另外一个 他也希望给自己的生活里 添上一点色彩 这穿的衣裳 都是一个颜色呀 这基本上都是姑娘的买的 都孩子给买 从她挣钱以后 基本衣服我就不知道买 我也不管 我得穿那么样的要求 没有 合适就行吧 那孩子为啥 这个衣服这个颜色 都给你买得这么深呢 感觉他怕老了 辛苦了一辈子的牛大哥认为 只要人活着 就得不断地创造价值 永远不能坐吃山空 他告诉红娘 他平时洗衣服做饭 啥都会 从来不会乱花钱 所以每个月 基本上一千多块钱的生活费 就够用了 包括这房子都是他 所有这些东西全他 他为 我一个工人 我哪有一个实力 到这儿来买房子 这房子到年代 好像说他结完婚 以后还多少有点贷款 多少有点贷款 我说得了 我说这个我接过来 我说你结完婚了以后 我就不让你活了 这房子是姑娘买的 人家买的 我哪有 我一个工人 我哪有这实力 将近学校的将近一百个呢 姑娘在牛大哥退休之前 贷款在长春给牛大哥买了现在的房子 现在牛大哥退休了 也马上要发放退休金了 于是他就不打算再让姑娘还贷款了 好像还有五年多吧 五年多 一年得还多少钱呢 一年也就三三五千了 那你这个退休金就得全拿来还贷款了 对啊 那不所以 我出去搭着工作 有时候他 生活费上 他能贴拨我点 趁着现在还算年轻 体力也跟得上 所以牛大哥打算 过了年以后再找一份工作 一是可以赚钱补贴家用 二也是可以消磨时间 这个岁数 他也不是小老的岁数 人一带身体也晚了 找一个力量能及的吧 一约挣两千元 够自己生活就可以了 辛苦了一辈子的牛大哥认为 只要人活着 就得不断地创造价值 永远不能坐吃山空 他告诉红娘 他平时洗衣服做饭啥都会 从来不会乱花钱 所以每个月啊 基本上一千多块钱的生活费就够用了 酒不行 酒喝酒不敏 一杯啤酒可能就送医院去 打麻将打的打不到 没有没有没有 最烦的就是打麻将 为啥翻打麻将呢 那就不用说了 最烦的就是打麻将 当提起打麻将三个字 红娘看得出来 牛大哥是非常厌恶的 原来啊 牛大哥的第一段婚姻 就是因为前妻爱打麻将 分开的 牛大哥告诉红娘 那时候他在铁路上班 对家里照顾的少 所以孩子基本上都是靠前妻照顾 没想到他却迷恋上了打麻将 天天不着家 一气之下 2008年牛大哥选择了离婚 牛大哥和第二任妻子在一起的时候 两个人各带着一个孩子 可是重组家庭总是矛盾重重 七年的磨合 最后还是无法成为对方喜欢的样子 于是也就散了 这次以后牛大哥一直没有再找 直到姑娘现在成家了 他也开始劝牛大哥再寻找一段新的感情 牛大哥再找伴要求一点也不高 唯独就是希望对方能够踏踏实实和自己过好日子 自从动了再找老爸的念头以后 牛大哥每天都会准时观看我们的节目 看着看着就有一位大姐不知不觉地走进了她的心里 看咱们节目说对哪个大姐挺有好感的 好像是姓豆那个 豆书青啊 对啊 豆书青大姐上过一次我们的节目 她目前和小孙女生活在一起 每天的日子过得潇洒又自在 她说自己每天除了吃饭 闭嘴的事就是挣钱了 年轻时因为家里困难 她为了补贴家用把自己嫁了出去 可是没想到婚后两个人却一点都不幸福 离婚以后 她一直渴望有那么一个人能呵护她 也能撑起家 感觉说好了课呢 能像个正经过的人 首先她讲的自己经历啊 这个那样的还可以 年轻点吃不苦 人这个东西有共同经历 可能有点共同欲 你觉得她年轻的时候吃不苦 你也吃不苦 你俩挺有共同欲 对对 牛大哥认为 她和豆大姐年轻的时候都吃过苦 在感情上也有着共同的经历 所以啊 一定会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于是她和红娘要求 想和豆大姐见上一面 当然 为了这次相亲 牛大哥也是做了不少准备的 给人家买个包 这么老得来了 当个见面礼 啊这个 多少就这点意思 啊还给这个相亲对象准备包呢 嗯 嗯 要买个锁包 我也不知道买什么玩意儿 我也不太会买东西 啊 挺好看 这是你买的啊 我买的 哈哈哈哈 啥时候买的呀 昨天买的 昨天买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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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老呀 买了成不成的 无所谓 就当初个朋友 诚意也很足了 是 在哪儿买的包啊 革新的你 你还挺浪漫的 大铁包 哈哈 嗯 原来给你女士送过包没有啊 没有没有没有 眼光还挺好 还行啊 嗯 我觉得这个包还挺好看 选的挺好看 牛大哥说 既然咱们相中人家了 那就得有诚意 所以啊 就千挑万选的 给豆大姐准备了这个礼物 看着牛大哥如此诚心 于是红娘给她联系上了豆大姐 大姐 你好 哎 哎大姐 太晚了 太晚了 好好好 哎呀 从公主领过来的是不是啊 对对对 豆书青60岁 李懿有双绑 年收入5万元左右 住房面积91平米 居住地公主领市 上次小李懿给你介绍一个啊 那介绍一个 那也是怀德的 嗯 我来说回农村种地儿去 我说那可不行 指定不行 我给农村那块土壤 除了我去公主领 都二十多年了 我自己 咱们笔上不住 笔下有余 咱自己要房有房 要啥有啥的 咱回农村种地去 那我有呢 我说真话 我儿子还有农村 我给我儿子种地去 我能给你种地去 那是不可能的 豆大姐在上一次相亲中 没能牵手成功 本来对再找伴这件事 都不抱什么希望了 没想到就接到了 红娘的电话 于是她又重新燃起了 找伴的热情 给自己好好的 打扮了一番 大姐我看你这个 挺爱穿爱美啊 我看你小指甲 打扰头红 做的美甲 手老了都抽不了这手 啥时候画的呀 前天大前天 是为了这次相亲特意画的吗 但是你 要不然我也耗美一年 整一回两回的 我这次出门像样 不得像样什么 放我这些年是咋说的 舍不得下个饭店 舍不得上外套这些那些的 挣钱自己穿穿带袋 都能收得 多钱的衣服都能收得 看出来了大姐 是经过这个精心的打扮的 穿了一个小红衣服 然后也很漂亮 指甲也染红了 我这衣服都不见 我这套衣服 这个是单买的 她俩配一套的 这个是499 里边都花399 这衣服昨天买 也不便宜 我这个衣服 这衣服是昨天买的 我昨天买的 指甲是前天做的 对 豆大姐平时就喜欢穿衣打扮 这次参加相亲 就更加隆重了 不仅买了新的衣服 还画了新的指甲 豆大姐说 能再次相亲 她心里特别地开心和高兴 豆大姐那年 上完电视之后 你想没想过 有人能相忠你 看完节目 咋说呢 没想过 没想过 我去找电视台去 没想这些 有一个大哥吧 看完电视节目 还真挺相忠你的 然后这个 觉得你方方面面 都挺好的 那就见一面吧 见一面 红娘和豆大姐 简单地交代了一下 牛大哥的情况后 豆大姐很爽快地 就同意了见面 于是红娘就给两个人 介绍到了一起 那么牛大哥和豆大姐 到底能不能成功牵手呢 广告回来 相亲开始 我是红娘甜甜 但是在原来不晚 大家都叫我喜神 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结婚了 原来不晚 第一对结婚登记的嘉宾 就是我给撮合成的 从那以后 这牵手的嘉宾是越来越多 我们作为红娘的幸福感 也越来越强 介绍对象不怕难 调解困难 不怕烦 用最真的心 为您寻找最幸福的陪伴 想脱单 赶紧来找我喜神甜甜吧 看见我脸上这颗美婆之美 天生当美婆的材料 我是原来不晚的红娘 小菊 有八年的宝梅拉茄经验 这八年里 我见证了很多幸福的瞬间 也撮合成了好多对姻缘 保证啊 别鼓舞 永结同心 处处呗 有这个心思 所以 现在还担着的大哥大姐们 你们还犹豫啥呢 想脱单 赶紧来找小菊啊 牛大哥是铁路上的一名工人 今年刚刚退休 打开了人生新篇章的他 在观看咱们节目的时候 乡中了一位大姐 名字叫豆淑青 于是就托红娘 给两个人介绍一下 那么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到底会留给彼此 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这小菊环境不错呀 这花啥这挺好看的 还挺宽重 还挺干净 它这个小区就是楼不是很多 楼跟楼之间小菊 还挺规格的 挺好看的 挺好的 可以了 听见我们上来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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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